古代有一种惩罚叫迁阳礼 此种方法虽不是急刑 但却侮辱意味极强 受过此刑罚的男子大多无碍 但受刑女子却绝不会苟活 多数女性遭受如此大的屈辱后 会碍于封建礼法和真操复德 选择自尽 何为迁阳礼 为何男子受刑无碍吗 女子却大多选择自杀 说起这个惩罚 不得不提起一个朝代 宋朝 从繁荣走向衰败的宋朝 五代时期 后州公帝继位后 赵匡胤作为节度使率领军队 驻扎在宋州 不久后 赵匡胤就发动陈桥兵变 他摇身一变 踢上黄袍 建立宋朝 顶都东京开封府 武将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心怀大志 绝不满足于此 建立宋朝后 便一心想要统一全国 他先后灭了南平和楚 后蜀 南汉 南唐 不仅如此 他还设立了一个财库 专门用来储蓄钱财 布皮等 以带来日可以从辽国手中 蜀买燕云十六州 赵匡胤将一切都安排妥当 一鼓作气 准备北伐 可天有不测风云 九百七十六年 赵匡胤在宫中骤然离其去世 而后 其弟弟赵光义继位 关于赵匡胤的去世 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传闻 坊间传闻 其离世与其弟弟赵光义 有不可逃脱的联系 所以宋太宗赵光义的即位 一直都备受争议 事宜 赵光义继位后 一直忙于李顺朝政 统一全国的步伐 也被迫告庭 待到一切就绪 皇位稳固后 才重拾统一国家大义 福建章 全梁府的陈宏进和吴越前世 先后归降 后又灭北汉 随后 赵光义不顾大臣反对 一举北伐辽国 收复了一州与卓州 到宋朝中期时 以基本不对外开战 改为采取保守预防策略 其实 自建朝以来 太祖赵匡胤与太宗赵光义 仅发动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北伐 赵匡胤是武将出身 自然明白军权的重要性 为了避免唐末以来的悲剧再次发生 便将军权归于中央 开始采用众内清外 众文清武的策略 赵光义喜好诗词歌赋 善用六种字体书法 宋朝货币纯化元宝上的字 都是他的钦体 众内清外 众文清武的策略 对宋代影响颇深 先说好的一面 宋朝少有内论 是历史上经济 文化等创新度 都较为繁荣的时代 这一策略为百姓们 创造了优质的生活条件 也衍生了许多宋朝文化 出现了许多文化大家 如苏氏 朱熹 司马光等 宋朝人的生活 十分闲静悠然 且十分注重礼仪往来 宋朝的茶文化 戏等 都可作为百姓谋生的差事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富贵迷人眼的宋朝 与备受耻辱的牵羊礼 又有何关联 随着时代的更替 帝王的更换 这一策略的弊端 也慢慢显露出来 到了宋后期 可带兵打仗的武将越来越少 整体武力较弱 军事实力不及外敌 又因宋与辽河西夏 长期征战 导致北宋国库高级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官僚腐败 因文武行事作风不同 有的武将就被文臣陷害 致使到真正打仗的时候 并没有可用的武将 是已到了北宋后期 外敌入侵之时 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种种因素 导致北宋逐渐走上了灭亡道路 若北宋未灭 便不会有备受侮辱的迁阳礼 而要提及宋朝的灭亡 以及迁阳礼则不得不说到金国 说起靖康之耻 靖康之耻 1100年 宋徽宗召集继位 召集刚继位便开始整顿朝廷 也算是明军一个 当时朝廷分为两个派系 守旧派与变法派 且两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守旧派势力逐渐庞大 怎会甘心看着自己的基业被损坏 所以导致赵集的改革之路寸步难行 后来 赵集实在无力对抗 便只能放弃 开始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皇室生活 不理朝政 浑恶度日 赵集的放弃 让各方官员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再加上他重用奸相菜经 宦官同贯等人 致使民不聊生 各地开始爆发农民起义 影响较大的两次农民起义是以宋江 方辣为首的起义 这两次起义虽然都被压了下来 但却为此给朝廷带来了一系列隐患 1120年 北宋与金国达成协议 同金国一起 进攻辽国 金国与北宋协商 事成之后将燕云十六州归宋 金人会如此好心 自然不能 协议规定宋需要将本来献给辽的碎币转给金 此外 辽国的其余土地也需归金国所有 北宋当时边疆并不太平 所以从未放弃过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 宋认为 与金合作可以轻易夺取燕云十六州 但却从未想过 自己已无可用武将上阵奋勇杀敌 辽国深知北宋其实已经腐朽不堪 所以对于北宋的攻击根本毫无畏惧之心 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 结果可想而知 军已惨败告终 两次战败 让本就腐朽的北宋危在旦夕 也将北宋的虚弱暴露无疑 让金国有了可乘之机 才有了后来北宋最黑暗的时机 很快 金国出兵 攻克燕京 辽国战败 由于辽国是由金国灭亡的 所以金人表示不能按照协议中的约定 将燕云十六周交给北宋 后经双方谈判 金人只答应将燕京集齐六周二十四线交给北宋 且提出了新的条件 北宋除去按照协议要求 将碎壁给金国外 还要将六周二十四线的税前一并全数交给金国 北宋竟也全部答应 然而在金国撤兵之时 狡诈的金人将燕京的金箔 关身 附护等一并掳获 都带到了金国 只给北宋留下了几座空城 蔡京 铜贯等奸臣却以不适之功自居 铜贯更是献上赴燕奏 百官献媚 立燕云碑 将功辽败仗 声声说成了圣仗 不仅如此 以上人员 皆都加官尽绝 得到封赏 实在讽刺 北宋王国在即 赵吉却任由奸臣吹捧 沉迷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不仅如此 宋朝还接纳了金国的叛将张觉 这正好给了金国一个名正言顺攻打宋朝的理由 125年8月 金国以张觉事变为由 攻打北宋 为保卫家国 北宋官民自行 组建了一支三十万人的大军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但谁承想 赵吉却听从了金人的建议 还为开战便服软 要与金人和谈 甚至派宋兵去镇压抗金的百姓 随后 还任由金人出入东京 金人入城后 在城内杀伤抢夺 无恶不做 百姓饿得饿死 冻得冻死 苦不堪言 没想到金人会这样 赵吉气急 直接晕倒在床前 甚至形势不妙的 赵吉在醒后的第一件事 不是赵吉大臣想对策 而是索要执笔 将皇位传给了儿子赵衡 也就是宋亲宗 不久后 赵吉 蔡京 同贯等人听闻 金兵一渡黄河 撂下挑子 连夜向南逃亡 随后 东京被金军包围 但幸而有武将李刚 奋力抵抗 金兵没能攻城成功 只好撤退 但可笑的是 赵吉竟再次听信 奸臣谗言 将李刚的兵权夺了去 为宋朝灭亡埋下伏笔 126年8月 金国再次攻打北宋 因已没有任何阻力 金国很快抵达东京城下 赵衡与之谈判 用金银美女 暂时保住了皇位 金人提出要求 准备六万两黄金 二百万两白银 百万匹绸缎 看到皇帝 如此不堪一击的样子 金人更加肆无忌惮 称钱财不够 那就找些女人来 为了讨好金人 次年正月25 城内出现一个极其滑稽讽刺的现象 满城官兵正在抓捕妇女送到金营 就连已经嫁人的妇人都未曾放过 1127年 北宋最终灭亡 金人并没有因为北宋的禁贡而停止禁贡 靖康指 有畏血 臣子恨 何时灭 金人在城内大肆搜刮 将皇宫内洗劫一空 还将宋亲宗赵衡 以及后宫妃嫔 公主 亲王 宗室等在内的皇亲国妻全部捉拿 义干人等皆沦为阶下囚 一路押送至金国 这些被掳走的人 男子尚有一线生机 女子的命运却注定悲惨 被受耻辱的牵羊里 靖康之耻究竟有多耻辱 金人破城后 将宋亲宗赵衡贬为庶人 并逼迫宋徽宗与宋亲宗两位皇帝脱去龙袍 也有大臣誓死不从 并对金人破口大骂 但结果可想而知 此人被金人割裂喉咙致死 出发时 宋亲宗对天痛哭难自意 也被金人喝止住 还命其身穿轻不衣 一路上押送 受尽风霜 备受侮辱 途中 不少女子受到了金人的调戏 里面步伐有妃嫔及宗室女子 还未到达金国 就有女子因忍受不了此等侮辱 而选择自尽 宋亲宗的朱慎妃在去金国途中如厕时 就遭到了侮辱 嫔妃都如此 其他女子的命运可想而知 惨遭柔烈而死得数不胜数 据记载 当朝官员几乎悉数被掳走 加上金兵还掳走了大量的壮丁级妇女 人员数量非常之庞大 宗室队伍从开始的三千多人 到抵达目的地时 只剩下一千多人 且这些人 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患有异病 在燕京 宋徽宗与宋亲宗父子二人团聚 两人见面便抱头痛哭起来 随后 金人继续带着这群人朝着金国走去 金人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 将这么多人都带到金国 金国有一种献抚仪式 名为迁阳礼 金人正是带着这些人 到金国的京都行迁阳礼 何为迁阳礼 迁阳礼是一种带有无辱意味的仪式 受刑者必须脱掉上衣 披上羊皮 就像羊一样 在脖子上拴上一根绳子 被人牵着 围着金国阿谷打妙走三圈 到达金国京师后 金人为了庆祝胜利 开始着手准备举行仪式 金人命令宋徽宗和宋钦宗二位皇帝 及其后妃 公主 宗氏等人都换上了金人百姓服饰 他们头上缠着帕头 身上披着羊球 无论男女都要脱掉上衣 赤裸上身 金国百姓纷纷前来围观 招式着俘虏 被胜利者仁义宰割 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封号 昏德功 中昏侯 但从字面上看 就能明白这两个封号 侮辱性极强 受过千阳里的男性内心 虽然愤恨 但只要能活着 做什么都愿意 宋徽宗在被俘后 仍能生下六子八女 实在讽刺至极 宋朝女人的结局 却截然不同 千阳里 并不只是简单的赤裸上身 围着金国阿谷打庙 走三圈那么简单 千阳里 一事完成的当天晚上 女子会被赐予 而所谓的赐予就是脱光洗澡 然后服侍金人 包括皇帝 贵族等 守封建礼教的影响 宋朝女子最重要的莫过于真解 宋钦宗的朱皇后 当时只有26岁 年轻艳丽 自然就成为金人调戏的对象 朱皇后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 心中愤恨 回到屋中后便自溢 被人救下后又头水自尽而亡 在宋朝 世俗一直都在强调 女性应遵守三从事的 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女性的思想也被紧紧束缚 她们把明节看得比性命都重要 在真解如此重要的宋朝 许多女子不堪屈辱 便会选择自尽 宁死不从 这也是她们最后的 也是唯一能做的反抗 千阳里不只是对她们行为上的侮辱 更是对她们尊严上的践踏 宋福记曾记载 在从宋朝出发至金国时 俘虏共有七批 总数约为一万四千余人 其中多数为女性 仅一个半月的时间 有近半数女性不堪屈辱死去 而幸存的女性 一部分被赐给了金兵 一部分留在了金国皇宫 供金国皇族挑选 还有一部分人被卖进了青楼为娼 有的则被卖到了高丽做奴仆 这些女人的结局 可想而知 那么两位皇帝的结局如何 宋徽宗与宋钦宗 一直被金人关押着 一日 宋徽宗终于忍受不了金人的折磨 便将自己的衣服剪成条状 结成绳子 悬梁自尽 后被宋钦宗救了下来 不久后 宋徽宗重病不起 没多久就离世了 金人并没有因为宋徽宗的离世 而停止对他们的羞辱 他们将宋徽宗的尸体架到土炕上焚烧 烧焦后再用水浇灭 后再扔到坑中 据说这样可以做灯油 宋徽宗死后 宋钦宗悲伤至极 自杀未遂 仍继续在金国遭受折磨 最后也惨死 回顾历史 没有哪个朝代的皇帝和皇族 受到过如此大的侮辱和折磨 迁阳离后 不但没有让世人反省 反而让道学家们舍弃了 北宋众生存清真结的观念 开始大力倡导女性舍性命保真结的观念 受大环境的影响 这种观念竟逐渐被众人接难 女性在生存与真结之间 也大多会选择后者 这是对古代女性最大的枷锁 也是她们的悲哀 好在如今这种观念早已被舍弃 国家繁荣富强 社会环境也已成熟 现代女性多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不会再有此种悲剧发生